昨天我发了个帖子说家里面的地缘热泵系统 包括我家新风系统 好多的朋友一听家里面各种各样的系统就特别有兴趣 然后聊了好多楼 但是很多的原理大家不太明白 很多人说你这个地缘热泵系统竟然24小时开了 你多费电什么这个那个的 包括你这个用的是地底下的开放水 你把这水交换出来就排出去了 浪费能源浪费地下的水资源 这全都是没理解 所以今天这个本着说大家有兴趣 并且还是一个辟谣的角度 我给大家讲讲我家里的这套地缘热泵系统 包括这边的新风的系统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逻辑 至于说什么软水系统之类的这些 那咱就不说了 首先呢说地缘热泵系统 这个系统其实特别特别的简单 就是你看啊 这个地缘热泵系统 它就是在院里面有很多的井 这些井大概100米深 这是开发商已经开发好的 就是挖好的 也是手续都是开发商已经做好的 然后这个井里面会盘管 这个管是密闭系统 然后这个管里面呢 会走上这个用于内循环的这样的液体 这个具体的是防冻液还是水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反正呢这些 在地下的 这些盘着的管里面的流动的液体 就可以把地底下的能源 给它搬运到我的家里头 这就是地缘热泵系统的最简单的一个逻辑 那OK 这个循环的这些 在地下过来循环的这些水 你看 从地底下过来 这边是去院里面 地底下过来这些水 它循环完了之后 它还会回到整个的管里头 它是个循环的状态 是个封闭系统 它不是说把地下水抽出来 我把人家的水里的能源用完了 我把水就直接排走了 那地下水不是一会儿就空了吗 所以它是个密闭的系统 这是第一部分 因为地下的这个水 它基本上冬天的时候 大概也在10到12度 而夏天的时候 你像现在 大概那个水起码在15 6度 也就是说 这个水可以让我们家里面的 整个的空调主机 它很节省能源 因为你想 本身 你看这个主机启动了 这台主机 它本身这个水就已经是 15 6度 14 5度左右的水 那这样的话 它就是本身的温度低 就可以为屋子的这个制冷所用嘛 对吧 好 这边水 你看从这边都过来了嘛 然后这会儿有一些泵啊 这些泵 把它呢 这个水 循环进这个压缩的主机里面 我是备份了两台主机 我怕其中一台坏了 然后呢 这个水的温度 它会呢 在这里面有一个热交换的机器 它这个温度会在这个机器里面 跟我家里面 墙里面循环的这一部分的内循环的水 来进行一个热量交换 之后这个水再回流回去到这个地下的管路里面 哎 它是这么一个 外面的这个地缘热泵井里面的水循环 外加上我家里面的这一套的水循环 而我家里面的水循环呢 它是直接用毛细管 把整个的天棚里面都做好了毛细管 也就是说你看这个房底的这些位置 是没有任何的出风口的 它直接这个毛细管都盘在天棚里面 所以叫天棚辐射式的冷暖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它甭管是冷是热 是非常均匀的 非常非常舒服的 就没有任何的风感嘛 对吧 但是呢因为是没有出风口的 所以说有一个问题 有两个问题吧最大的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它冷起来热起来很慢 基本上需要一天时间 因为它得把你的水泥都给弄凉弄热了 才能辐射到屋里面的空气 才变冷变暖 第二个呢就是 因为这屋里面都是没有出风口的 所以说呢出风口里面它是有风盘 风盘里面它是有这个表冷气的 表冷气呢 它是可以把经过的这些屋子里面热的风 它给在表冷气上直接就截漏了 截漏之后这水就会滴的下来 所以说带风盘的这个出风口是可以在吹冷风的时候 让家里面除湿的 但是我家没有风盘 所以整个的屋子里面如果说不能有自己的有效除湿的话 那这个屋子里面就会非常的湿 你想啊没有一点点除湿的可能吧 所以这就是这个天蓬辐射式的优劣式啊 OK 然后现在呢就等于是 你看夏天啊 15度的水进到这机器里面 然后在这里面换热 跟我家里面这部分的循环水 中间用换热起来进行换热之后 我家里面的这个水可能就变成了 这个18度20度 然后就循环进墙里面了 这么个逻辑 但是呢如果说 外面太热了 那家里面这个水管子 就墙里面的这个天蓬里面这些水管里面的水温度高的话 那这边的温度不足以让家里面的水滴的怎么办呢 它这台主机里面是有压缩机的 刚才的压缩机在启动 所以这个压缩机就会把这边的过来的水 它这个提供的温度之后 然后在这边再进行一个再制冷 之后呢 那你墙里面循环的水 就不仅仅只是外面的这个地缘热泵里水的这个温度了 但是因为它本身的温度是比较低的 来自于外面的这个热量是比较低的 所以你的这个压缩机 你看工作一会儿都停了 工作一会儿都停了 所以没有那么耗能源 而我说的24小时都开着的是什么呀 是这几个水泵的24小时都开 因为这几个水泵 这边是用于给这个外面的地缘的井里面的水 循环进机器里面的这个泵 而这边的两个泵呢 是用于把这个这边出来的更冷的水 通过这两个泵 给你打到屋子里面的天花板里 所以我说24小时开着其实是这三个泵 而不是这个压缩机 那如果是24小时开着压缩机呢 确实能耗可能会相对高一些 但是它只要是地缘侧来的水 你看地缘来的水 它只要是这个水的温度够凉 它整个的这个压缩机就不会启动 所以反而倒是地缘热梦系统 是后期使用成本 大概是外面的空气能系统的 三分之一的能耗 甚至更低 基本上不会说是超过空气能的 一半以上的能耗 那就是很高了 所以它是非常节省能源的一个模式 然后大家说那你出装的费用会比较高 那确实是稍微高一点 但也就是对于我家来说 就是几万块钱的事 这些机器 而不是说几十万几百万的事 你去装两台主机也没多少钱 但是你家里面的施工 得跟我这个事呢 横平数值啊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再说第二套新风系统 其实这个新风系统一点都不紧的 它的结构比敌人热蹦的 这套系统要复杂 我尝试给大家说明白啊 然后这几根管呢 都是直接处在地面上的 外面的新风引进来 这边的新风引进来 新风引进来之后呢 就是在这里头 给你打开啊 这里面就是外面的新风进来了 这就是外面的新鲜的脏空气 中间有个翻板 那个翻板是电控的 现在是百分之百 新风全打开 然后这风进来之后就到这 到这之后呢 会从这边的出滤 这是出销滤芯 我这个出销滤芯 其实该清理了 这上面挺多土的了 从这个出销滤芯里面进到下一级滤芯里面 因为它这里面是负压的 那边是有鼓风机在抽风的 这个从这个出销滤芯进去 这个出销滤芯是负责过滤这些大土毛的 好 这是第一步啊 然后没完 因为呢 你想一下啊 刚才外面的风 外面的热气 夏天的时候是又潮又热的空气 也就是说截止到 刚才这个出销滤芯之前 全是跟外面一模一样的 又热 又潮的空气 然后刚才进到了出销滤芯之后第二步 第二步呢 就进到了这儿了 看见没有 这里面有个表冷器 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 它的前面 它的前面 就是刚才出销滤芯过来的风 那这个表冷器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家呢 因为是有地缘热梦系统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地缘热梦系统用起来了 我把这边的主机里面出来的 给用于循环到屋子里面的这个凉水 把这个凉水呢 引进一部分来 到这个表冷器上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表冷器里面有两块 你看啊 这有两个表冷器 前面一个后面一个 后面这个表冷器就是走的 这边的地缘热梦主机出来的凉水 也就是说这个表冷器 基本上的温度应该是在15度左右 或者说是比它再低一点 大概这么个温度 它的目的是什么 是说它凉的 而外面那些的热风进来之后 通过它就可以把温度变凉 同时呢 通过它之后 外面这些热风 因为这个 它的温度低碎 它就会截路嘛 它就会把外面这个热风里的水 就滴在到底下的这个河里了 也就是说 这个是除湿的系统 然后人说 为什么是两个呢 前面那个呢 是外面我装了一个空气能的塔 本来说这是双表冷器 那个空气能的塔在地面上 它那边通过压缩机也可以产生凉的这个 凉的能源 然后之后让前面那个表冷器变凉 所以说这个风过来了之后 出滤过来的风是经过这两级的表冷器 让它变凉了 冬天也一样 冬天会反过来 冬天这个管里不就热水了吗 热水也是走进这里面 这里面都变热了 外面的冷空气先经过这就变热了 否则吹进家里面 新风是要么就是又热又潮 要么就是又冷又干的 不是不行吗 所以冬天经过它就暖和了 同时前面那个外面那个空气能塔的 那个表冷器 它也会跟外面的空气能 也会把它变热 这是第二步 这就是已经用于整个的这个进来新风的加热 制冷 然后除湿都在这 然后呢 那你说那冬天的干空气进来之后 那你不就就屋里都干了吗 对吧 你不就是越吹越干吗 这就是第三层 看这个 这第三层呢 这就是驾驶器 它驾驶器呢 就很简单 远处接一个水管 然后接这个水管呢 当它这边的这个水位低的时候 它这个侦测到我进来的风态干 它就会这个水管上面就会淋水 把这个水淋到这个格山上 风从这边吹过去 这块就经过了这个 就等于是喷淋式的加湿 风的风经过它之后 到这个位置就已经湿度比 外面的纯干空气要湿了一些 然后经过它之后 那就是下一集了吗 下一集就是上面这了 这不是底下的湿空气 经过加湿的空气 或者是经过除湿的空气 到了这之后 这个就是中校旅行 这里是一堆口袋 这就会继续的把各种各样的 外面的空气里的脏空气 在这来停留 这都是按时间来进行更换的 然后我的这批的出校中校高校的旅行 都是24年4月份更换的 还是比较新的 然后这里面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底下进来的都是外面的风 对吧 刚才给你看了都是从外面进来的风 然后上面的这儿呢 看这个 这是家里面的回风 就是这些管道进到上面这儿 就等于是下面也进风 上面也进风 那上面什么叫回风呢 你的屋子里面啊 它不光是把这个新风压到各种各样的出风口的位置 你看啊 对 你刚才能看这儿 比如这儿 这就是新风出风口 你刚才经过过滤的新风从这边打出来 然后这些新风直接挤到屋子里面的话 这不是循环不彻底吗 它有一些位置 它是有一些回风口的 这些回风口的风还会从这儿被抽回去 所以说有出风的地儿 有回风的地儿 那回风的问题就是 目的是让你的一部分的屋子里面的风 再回到这个位置 就避免你的能耗消耗的太多了 因为你们家里面是冷暖 干湿都是比较均衡的 如果你全是把外面的这个风给它弄进来的话 你整个屋子里面可能就完全受制于外面的风的这些的除湿加湿的温度了 你还得一部分的回风 这样的话保证家里面的温度干湿度基本的正常 然后这些的回风就会从各个屋子里面 咱咱咱咱咱到这儿 从这边也回来 到这儿 然后底下是呢 刚才咱们说的 经过加湿除湿或者加热制冷的 外面的新鲜空气也到这儿 所以这两边的气是可以调一个比例的 因为它这边都是有电磁房 我是可以分分钟的在屏幕上去调它的新风跟回风的比例 你看 这儿吗 我新风开度100% 现在回风开度100% 因为现在外面太潮湿了 我这样的话回风大的话 它屋子里面比较干燥的空气是一个轻微的跟新风混合之后的内循环 所以我是可以很轻松的调这个新风跟回风的开度的比例 这都是我电磁房来控制的 回风的状态 都是 我就可以决定说 这个回风多一点 或者是新风多一点 这两边啊 然后它俩就一起被这个抽进去了 就混合在一起的风就被它抽进去了 然后就进到了 下一级的 下一级的地方 下一级的地方呢 是这样 这块有点不安全 我理论不是不应该这样 这块就是HIPAA滤芯 就是什么PM2.5之类的 都是可以被这个滤芯所直接阻挡 这个叫高效滤芯 也是最后一个滤芯了 而 这是风机 这是风机把这个风都吹到高效滤芯里面 理论来说不应该这个 不应该在运行的过程中就开机啊 对 所以这样的话就组成了这个 叫五横系统的新风 带着把外面的新风打进来 这是一横 然后横温度 然后就是横高温 横低温 横干 横湿 所以说这就是五横的系统 但整体来说也得经常去调 所以说我家这套系统就是 低渊热泵系统 加上新风系统 组合的这套家里面的系统 然后很多人说你 在春秋天稍微有点凉 有点热的时候 你是不可以不开这个主机 那不开这个主机的情况下 纯靠新风也不是不能 一定程度内的稍微慢一点点的 让家里面的温度稍微降一点 然后温度稍微涨一点 也不是不行 只不过刚才那里面的两个 标冷器前后串在一起的 因为你不开这边的主机了 所以说地缘热泵的 对应的标冷器就不管用了 是前面的在外面的空气能的主机塔的标冷器有用 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 其实还有一些小细节 什么这边有用于给回风增压的 然后回风增压完了 还有多路的三通可以为了避免新风再怎么着 可以再灌回到新风里面什么之类的 还是挺有意思的 好 大家如果自己在做房子的时候 你可以去考虑这个系统 其实并没有多贵 但是对于家庭的生活品质 尤其屋里面的空气质量的品质 包括住的舒适性 有了很大的一个帮助